大家好,欢迎回到松树新雨 那今年的11月5号啊,就是这个月的刚刚啊 特斯拉在广东潮州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那这个车祸呢,今天上了热搜 那么这个事故的地点啊,就在我们地图上展示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广东省啊,潮州市 饶平县,饶阳镇的这个水溪路口啊 那实际上呢,它的左边呢,就是黄港河 那它这条路呢,叫新月路啊 那是在11月5号的早晨7点啊 一名55岁的司机啊,这个司机呢 有20年的货车经验,也没有事故史 那肇事的车辆呢,是一个model y的电动车 那这个司机呢,也不是第一次开,它是平常用 那最后的结果呢,是两人死亡,三人受伤 包括司机啊,车辆呢,当然最后报复了 较进检测的时候呢,发现没有独驾和酒驾的可能性 这个汽车施工之后啊,沿着这个大道啊 向北狂奔2.6公里啊 最高时速达到了200公里 接近198公里 最终呢,撞了三四辆车 造成两死三伤 那我们再详细看一下它的这个事故的这个过程啊 可以看一下 那当时啊,这个车主呢 车主呢,驾驶车辆到了自家经营的这个水泥店的门口啊 那开了一个叫水泥店,叫春池水泥,饶尾水泥店 当踩下这个制动踏板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制动踏板很硬,无法停车 于是按下P挡呢,也没有停下来 继续往前走 然后走的过程中呢,它还躲了一个三路车 但是呢,路上呢,它一直试图闪躲 但是呢,出了还是出了好几起事故 最终呢,在撞了一个三路车后 又撞了一个女高中生 18岁的女高中生 最终呢,它撞到了一个修车店门口啊 应该是叫 就这个位置啊 叫装饰店,叫百超市财 撞到这以后呢,最终停下来了 那这个视频呢,也是很狂的啊 很难受的人看着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当时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可以说啊 时速200公里啊 这是一起严重的这么一个事故啊 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不全放了啊 当然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 特斯拉呢,也迅速就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啊 所谓调查结果呢,就是他们的数据了 特斯拉他们说呢 他说这个事啊,我们看到数据了 后台数据显示呢 车辆的电门,其实就是油门啊 被长期深度踩下 司机呢,没踩刹车 并且呢,他说从现有事故的视频还看出来啊 车辆在高速度行驶过程中呢 刹车灯就没有点亮 这和呢,后台的数据也吻合 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就归纳 你就一直踩着油门当刹车 并且是深度踩入 第二个呢,全程没有踩下 真正刹车的动作 期间呢,虽然四次短暂的按下 这个P打按钮又快速松开 同时制动灯呢,也快速点亮并熄灭 他们是这么解释他的驾驶过程的 所以特斯拉说呢 我们正在寻求第三方鉴定机构 怀验事故真相 希望大家呢,不传谣不信谣 如何如何,这个传谣信谣呢 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了 那当然了,家属呢,是不太服气的 不然的话,你以为这些视频是怎么流出来的呀 为什么10月5号出的事故 现在这些视频才突然爆火了呢 肯定是有家属的一部分的原因 因为这个视频呢 是从各个路边的门店的监控视频 剪辑出这么一个长的这部视频呢 我大概分析的时候 大概有七八段这么个视频剪辑起来的 所以呢,这个家属呢 家属的儿子啊 因为这个事故的司机啊 并没有死亡,也没有重伤 所以他还有这个头脑清醒 他向那儿子说了以后呢 他儿子又向媒体说了这么个内容 那他儿子说呢 他说特斯拉说的这个 电门百分之百踩下来 那你的速度是多少 你心里没个数吗 那会只有一百多公里吗 那特斯拉要踩满了 那肯定就二百多公里啊 不可能一百九十八公里 对吧 所以呢,这个事故的车主啊 司机的儿子叫詹先生表示呢 他发布的视频是准确的 因为他从多个方向调取的失控 第二个呢 他还反驳了说全程无刹车这么个事 他说呢 既然会去闪躲呀 就是从这视频中看到啊 他确实这个司机啊 一直在试图闪躲 但是你如果开过车 如果你在街道了 就是市区的街道里边开二百公里 你应该知道那会儿你已经比较毛了 你闪躲的话不会那么精确 你懂得躲避 你为什么不去刹车呢 为什么不去踩刹车呢 这是死都说不过去的东西 那当然司机的家属呢 是从常理上说 说不过去啊 是吧 我都闪躲了 难道我意识彻底昏头了吗 我知道闪躲 我为什么不踩刹车呢 哎听起来也有点道理是吧 所以呢 那当时这个 肇事司机说呢 感觉刹车踏板很硬 踩不下去 哎 车辆停不下来 于是就赶紧NP的 按下去了 也停不下来 所以呢 哎 针对这个特斯拉三点 这个说法呢 人家这个司机的儿子呢 也说了三点的质疑 他说他老爹呢 是资深价值员 开大货车开了二十年 哎 所以呢 不可能就是说出现这么一个低级的问题 那现在呢 这个他们这个就是赵氏 这个赵氏方啊 也在等待这个调查结果 就双方都在调查结果 那但是特斯拉出这样的问题啊 特斯拉车出这样的问题 不是一次而两次了 那么前面几次呢 出过类似的问题 当然有一部分呢 已经出结果了 是赵氏司机呢 踩错了油门和踏板啊 刹车 结果呢 他为了面子 为了给自己辩护 就说呢 我踩的就是刹车呀 实际上他踩的是油门啊 并且也有道歉的 也有这个结果 目前中国的法律已经有判例 说特斯拉是被冤枉的 但是啊 老百姓啊 关于这个事的评论呢 是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都有 这个事情既然能炒成热搜 就说明呢 这个事情在中国呢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不较不同意见 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嘛 有时候一个人相信的话呀 都是他自己愿意相信的 当然特斯拉这个事呢 你说我们该相信谁呢 对吧 比如说有人说 你特斯拉会不会修改后台数据啊 那这个事呢 没人知道啊 是吧 你可能以小人度心度君子之父 是吧 大家知道 很多中国的数据平台 所有后边修改数据的 你不能说你中国人修改 人家美国人也修改 实际上 特斯拉的数据呢 也是在中国放上的 也是中国人在管理的啊 我想起来一个事 就是我们的电梯行业啊 有一个平台 叫96333 什么意思呢 电梯啊 也有物联网系统啊 现在电梯呢 都要上监控了 不光是视频监控 还有动作监控 就是电梯一旦出了事故 你事故的故障代码 要迅速上报 那之前呢 有的大企业啊 有的生产 这个监控系统厂家 就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平台 那后来呢 市场管理总计说 哎这不行啊 我们得建立统一的平台 但你自己这弄着 那有没有权威性啊 所以很多地市呢 都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数据平台 就说比如说石家庄市啊 这个郑州市啊 青岛市 要建立自己的96333平台 把各个厂家的故障信息 都接到我的平台上 给个API口 大家都接过来 这样的话呢 我在技术监督局 我就一目了然 我知道哪台电梯关人了 我就可以像滴滴打车那样 我来个滴滴修梯 是吧 你这没有人 我派别的人帮你把人放出来 那这个事呢 已经捣鼓了六七年了 现在呢 不少城市都已经上了啊 就是说你万一被关到电梯里边 OK 你赶紧找有没有96333那个码 手机照找 如果有的话呢 扫一下码 或者直接打电话 是有可能很快把你救出来的 我只是说有可能啊 当然这个事吧 你发现了吗 现在汽车行业呢 现在电动车行业 实际上各个他们的数据呢 都在自己的云服务平台上 当然车的数据和电梯里的数据 不是一个概念啊 那电梯的数据和汽车的 这个海量数据是没法比的 当然呢 这类方法我觉得是有可取之处的 那当然说电梯平台 现在也有个问题啊 就是这样数据 如果存了几年 十几年以后 这样的大数据 它的产权归谁啊 对吧 比如说哪些品牌容易坏 哪些电梯经常出毛病 一目了然啊 这些数据 甚至这些数据里面都可以筛查出来 更细的产品和数据来 难道这些数据 我想也一定会被倒卖的 甚至多次倒卖 但是说这就是后续的问题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特斯拉的数据 被特斯拉自己管理 没有第三方 或者政府的手段在监管 起码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 其他车系也是这样 这就是 有小人在渡特斯拉的君子之父 说你的数据会不会是假的呀 那你说会不会是假的呀 我先不表态了 那当然也有说 那这就是车主不诚实啊 你看跟前面一样啊 你就是踩着踏板了 死不承认 是吧 因为这个两死三伤啊 包括他自己啊 这责任太大了 哎 普通人很多人做错事了啊 就是过失一号 无过失一号 都会往外推的 第一时间不愿意承认 是自己毛病 是吧 所以呢 如果是这个人不诚实啊 他故意的啊 这么说 那特斯拉的数据采纳了 这个事就了了 这就是正常的判案过程了 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啊 这个第三方的机构报告出来了 如果对特斯拉不利 特斯拉会不会采纳呢 他会不会再 是我说 我不采取你的数据 我再找一件 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法律手段呢 那当然了 如果对这个肇事司机不利 那肇事司机肯定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 当然说 这里边啊 只有这两种可能 没有薛定谔的猫 是吧 要不就是踩错了 要不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好使 我觉得修改数据的可能性真不大 当然了 之前出过几次事故之后呢 特斯拉曾表示过呀 他说我们要教育好车主 要加强教育的 就是说踩错了 为什么踩错了 那不熟练吗 是吧 因为这个车呢 和普通汽油车是有区别的 特斯拉那油门你松开 它就是减速 它就开始发电了 是吧 但是特斯拉车可不是只有一个踏板 它有刹车踏板的 对吧 所以呢 要加强教育 这特斯拉自己承诺的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 你这个说法呀 应该采取点政策性的办法 比如说 应该建设一种专门的特斯拉驾照 没有考取的 你不准购买啊 一旦那些不会开特斯拉车的人 动不动就要人命嘛 所以要严一点 就是说建议中国的交通部门 出一种特斯拉车的驾照 这个事是有点给特斯拉上眼药了 是吧 当然也有说了 很多人可能都想起来了 它到底踩没踩的踏板 对吧 那到底踩没踩的踏板啊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给这个踏板呢 加一个 踏板的这么一个行车记录仪啊 它叫啥呢 比如咱们可以叫一个 脚窝行车记录仪 哎 你这样的话呢 防止你碰瓷特斯拉是吧 你明明没踩 这个视频可以看到你踩不踩是吧 那你说那特斯拉服务器上有数据啊 哎 你不是说还怕你改数据吗 所以咱就看 我这视频在这蹲着呢 你看我到底踩没踩这一脚 是吧 哎 这样4S店还有生意了呢 买新车给你加装一个角落行驶记录仪 这不是又是新买卖 促进消费 拉动消费吗 你这话一说呀 很多人就就马上明白过来了 你这是纯粹找猜 为什么呢 特斯拉会抗诉你啊 说你这不对啊 你安装红外监控摄像头 你这是第三方的呀 哎 你关键你私自安装第三位设备 你出来事故特斯拉不认呢 你第三方摄像头会不会发射电子波呀 你干扰了我的电车的正常运行是吧 所以说 哎 看起来按个角窝行驶记录仪 也不靠谱 哈哈哈哈 电梯行业也有这个规矩啊 不光特斯拉可能会这么说 你比如说电梯如果坏了 你私自找人修 人家电梯厂是不认的 你就是修好了也不认的 为啥呢 那个保养协议写的很明白 除了我们的人之外 别人不让动 哈哈哈哈 这是刚才说的这个非法改装的问题 你如果弄一个脚窝行驶记录 专拍你的脚丫子 那特斯拉还真可能找你麻烦 是吧 你影响驾驶啊 你放那个东西 踩的时候总怕踩坏 就影响你驾驶 也说得过去啊 你这是私自改装造成的事故哦 当然了 特斯拉呀 他提供的是数据 是吧 那么他第一次回应 他说我看我后台 你百分之百的没踩下去啊 百分之没踩刹车啊 你百分百踩的是电门 是吧 那当事人呢 又是主观的说法 那这个三四万的车啊 比如说比亚迪亚吉利早期的车 都没见过 奇瑞啊 没见过刹车是零的 那特斯拉这种级别的车 怎么可能出现刹车是零呢 哎 你三四万的车啊 你可能说的是汽油锤 是吧 这里边可能也有人会反驳你 所以说 这个数据啊 是不是可以造假 哎 一旦出了故障 数据很可能 哎 都不会被记录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有啊 那真实情况啊 只有当事人清楚 其他的人呢 只能旁销侧击 是吧 找这个证据证明 所以呢 如果是车辆问题 司机啊 也是受害者 如果刹车呢 有用 他早就停下来了 对吧 哎 并且正常人啊 不可能在车上一发生问题 就选择撞墙 因为到最后呢 他是先撞了个三轮车 又撞了一个18岁的高中生 然后呢 撞到了边上的一个装修装饰店上 至于装饰店 可能还没开门 没造成人员伤亡 那有人就说 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撞呢 说实话 你要是在车上 开到200公里了 那会儿你就想了 怎么把车停下来的 你还大部分 你不会反映到 我一开始就撞墙 是吧 所以这个话也有点过分 所以呢 特斯拉车呢 无论是谁的原因吧 车辆的原因 还是驾驶者的原因 反正是多次出现事故 都记录了未踩刹车 而是有记录加速踏板 多次被踩的这么个情况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那个误操作的情况出现了 那这个时候呢 会不会有可能是 电脑板数据记录错误呢 所以这里边呢 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这个阴谋论呢 我们先不去评论的 这都是个人看法 是吧 肯定不是官方的 所以呢 特斯拉这个车辆问题啊 它到底刹车失灵 是和汽油车比 是个什么样的比例 我觉得这个事应该调查 我们不应该调查的是 特斯拉发生事故的原因 当然这个以后可以调查 现在看一下 特斯拉刹车事故 就是错踩刹车和油门 这个事故 到底比汽油车高还是低 这个数据应该要有的 因为这个事啊 刚才就是说那个司机儿子 他说的呢 其实就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感情常理 就是说 一般人发现刹车失灵 都会想着多踩几脚刹车 而不是一直踩着 而特斯拉数据恰恰说明呢 他一直踩着电门 那这个时候呢 特斯拉这个长时间踩百分之百的这个数据 说明他车子有了问题了 就算是车处踩错了 应该有松脚的时候 那除非说那脚臭筋了 人家55岁 开了20多年大货 身体健康 现在体检也有了 在医院住着呢 没有酒驾 没有毒驾 所以呢 你从数据说 那就是司机的问题 从司机的这个驾驶经验 和他实际的人的情感来说 不应该出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看了吧 数据和人之间就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对 那现在到现在为止 人家都让他不传药不信谣了 你说我能轻易给你下结论吗 是吧 你可以下结论 我还不能下结论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以前啊 福特车出现的一个叫 Pinto品托车的这个事故 引起的一个美国车辆 美国汽车界的一个大地震的话题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福特呀 在70年代有一款畅销车 叫Pinto P-I-N-T-O 这个车呢 当时呢 在七几年的时候是非常出名的 它以2000磅重 2000美元而著名 就这辆车2000磅重 轻吧 它就是那种特别轻销紧凑性的轿车 便宜2000美元 一磅一美元的车 这些年轻人啊 家里经济条件差一些的呢 还要买个新车呢 那就买这个车呗 又是福特大品牌 所以呢 在72年5月啊 在加州呢 有一辆汽车 因为中途停告 就被后面的一辆车给追尾了 起火爆炸 那当时呢 就引起了这个 比较大的事故 引起了什么呢 两名乘客 一人死亡 一人大面影受伤 爆炸起火呀 起火的这辆汽车 就是福特公司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Pinto 2000磅2000美金的那个廉价汽车 实际上在 10年间啊 福特一共生产了317辆的Pinto 那我讲这个话题 可不是在 引导方向啊 说啊 你看 特斯拉也是美国车 这个Pinto也是美国车 你看 这不就是汽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特斯拉也有吗 这是两个故事啊 我只是讲啊 其实历史上的一个事故引起的大家的警示啊 那么特斯拉 特斯拉 福特呢 出现这个事故之后啊 他后来呢 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的事故 于是呢 就有好事者盯上了 大家知道 美国的调查记者是非常厉害的 在1977年的10月份啊 美国的一个记者叫Mark Doe 他就发表了一篇长达十几页的这个调查报告 叫疯狂的评托 那他在文章中 已经用大量的数据啊 他指出啊 福特的这辆车 从上市以来 他的这个事故就不断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到最后呢 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那么这个伤亡呢 是什么问题呢 有很多很多这个问题啊 主要的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他的这个事故车辆的这个 就这个位置的这个照片啊 他的邮箱啊 就在后轴承的上方 就这个位置 网格的那个图 看到了吗 他邮箱呢 就在这个位置 而关键是呢 他为了降低成本呢 他的保险杠也不坚固 所以一旦受到剧烈的碰撞 就是追尾 油箱就会受到挤压 像个手风琴啊 一缩 挤压之后呢 这个油箱呢 就撞向了这个插足器 插足器上有几个大炉栓 蹭就给它抵破了 汽油就迅速泄漏 然后稍微有个火 砰就着了 哎 这个记者就说明了 你这个车呀 有设计缺陷 但是呢 本来是有加固设计的方案 但是呢 你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呢 你 放弃了这个方案 他这个成本效益分析啊 也很有意思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数据啊 哎 这是这样 这个记者做的成本效益分析 他说呢 福特呢 当时算了算 假如说我们这辆 这一类型的车 一共卖了1100万辆小车 150万辆卡车 那我们要让这个油箱安全一点呢 需要在差速器和油箱之间啊 做一个保护装置也好 或者在油箱后边 一个保护装置也好 一共需要成本11块钱 成本加人工在流水线上 每辆卡车呢 也是11块钱 11美元啊 那总的成本呢 就是1100辆乘以11 加上150万乘以11 那就是1.375亿美元 这是如果我们改这个问题 需要花的钱 但是呢 我要不改呢 我的收益呢 不就收益了吗 不改的话呢 假如说啊 这个这么多辆车 最后按照概率发生了 180人死亡 180人烧伤 2100辆车报废 那其中呢 每例死亡呢 哎 赔20万美元 每例烧伤呢 赔6.7万美元 这个数据也不是他们独赚的啊 那每辆车报废呢 价值是700美元 这样收益的话呢 都是多少呢 就是哎 这么个式的 180万乘20万 怎么这么算出来 就是4953万美元 他这么算下来 后发现 我不装这个装置 我就 我就赢了 我装了以后 我没挣到什么钱啊 所以他通过这个 所谓成本效益分析呢 是加固的设计的成本 远远大于赔偿金 我为什么要加固啊 对吧 所以呢 他算完这个之后 哎 在这个成本的成本分析中呢 一条人命 只20万美元 这个数字啊 在这个调查记者公布之后呢 立马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命有没有钱 当然值钱了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价格 有啊 但是你不能说出来啊 你不能这么公然的说出来啊 对吧 所以呢 哎 这个事呢 就在美国整个社会啊 引起一个 就咱们现在话说 那就是热搜了 哈哈 那就叫热搜了 这个事出来以后呢 就有人还在打官司 就说这个拼多汽车的问题 面对这个公关危机啊 福特汽车呢 也不嘴软 哎 说在 有很多人在给他们打 这个拼多汽车 着火的官司 福特的指出啊 你这个调查记者的爆料有问题啊 我们内部文件是子虚物有的 是这样呢 有一个 就是这个穷斯杂志里边报道之后呢 确实到现在为止 没有找到任何的 关于这个成本效益分析的 这么一个原件来 哎 福特就说呢 你是道听途说 但是法庭后来调查之后呢 发现这个 都为提出的这个成本 收益分析表啊 确实和这个案子是无关的 但是呢 确实有一系列的文件 表明福特曾经考虑过成本分析和 这个这个人命之间的这么个关系来 他是有过这样的这个分析的 最后呢 他还是放弃了 是不是就这么一个精确的表 不一定 他确实放弃了邮箱的家务 这是福特 所以呢 福特受到这样全国的批评之后呢 哎 老百姓这个不干了 最后呢 陪审团也不干了 陪审团一看 我靠你这么来找 那能行吗 当时陪审团给他做这个 呃 赔偿的是多少呢 是应该是呃 呃 判决的赔偿受害人 两百五十万美金 并除以三百五十万美元的这个赔偿啊 呃 当然了呃 最后呢 其实呃 最早的时候呢 还有个一点三几亿美元的这个惩罚性罚款 后来呢 哎 死了了啊 就这么个情况 总归来说呢 福特呢 是打输了官司 福特呢 最后还觉得自己很冤 为什么呢 他说呀 我福特自己呢 他说我比较过和丰田啊 和大众的这个事故 我们比他们都少 哎 就是说这个数据是有说服力的 我们福特没那么差 但是呢 人家法庭也是以数据说话 他说你的总事故是少 但是你起火烧死人的事故 可那么一点不少 哎 你其实你就是拼托这个车 起火烧死人 一共发生了27人死亡 24人受伤 这些数据是原意高于其他品牌的卫星车的 所以呢 最后就判他输了 哎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官司的关键啊 就是数据 是吧 那现在我们回复出来特斯拉的这个事了 特斯拉有没有数据 有啊 他有的都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数据 是吧 那关于他的系统传输中啊 有没有荣誉啊 有没有错误啊 能不能被干扰啊 没有这方面的数据证明啊 他自己也不会提供啊 法庭可能现在也没有啊 所以你现在找一个第三方的事故调查 我觉得都很难说 是不是啊 你必须有一个完全公开的 能调查特斯拉系统的这么个东西来 才行的 所以呢 所以这个成本分析呢 让福特呢 陷入了这个当时的一个一个道德的风波 那现在特斯拉呢 是寸步不让 因为他之前呢 在中国的法律上已经打赢了几个官司啊 并且确实是事故车辆司机撒谎了 那现在面对这个情况 又出现了第二例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拼图案子是没完的啊 美国消费者和这个车辆制造商的这种 这种较量总一直是在有的 到现在不还有吗 特斯拉的事 所以呢 当时这个拼图案子出来之后呢 第二年就有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啊 叫乔治阿格罗夫教授呢 就发表一篇论文啊 当时呢叫柠檬市场啊 直话的不确定和市场记忆 这篇文章呢就被大家想起来了 哎就出来一个 纽约州呢就在1983年呢 开始实施了一个叫柠檬法 就是说这个柠檬法意思呢 就是说在酸水果和甜水果之间的酸水果 总是容易被这些水果经销商利用 哎因为信息不透明嘛 所以呢所以呢 这个这个柠檬法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怎么说 只要出了问题 你汽车上 你先召回和经销商没关系 哎所以呢 最终把美国汽车工业呢 引向了这种健康的竞争和这个发展轨道上说 我们现在汽车召回这样的呢 都是得益于那个柠檬法 哎如果没有柠檬法呢 可以说就没有现在的这个情况 那特斯拉呢 可以说在今年啊 也召回 在去年和今年也召回过很多次的这个车 比如说2022年呢 一共发起过17次的召回行动 涉及到340万辆汽车啊 但是说人家召回是一个普遍线 人家召回的并不是这个刹车失灵啊 或者是油门失灵这么个情况 是有别的问题或者系统升级 但是总归来说呢 如果啊 我们就说不能叫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说特斯拉最可能看到的情况 他认为是情况 就是说他就是踩错了 这个人就是傻了 他就是死死的踩着油门 认为自己是刹车 还撒谎了 那你出现这么多次事件之后 是不是你的教育司机啊 或者你有一些别的方案啊 就是这个车在闹市区 踩到100多公里 200公里行驶的情况下 你的任何雷达 任何的这个L2驾驶的动作 没有任何动作吗 你任何的避险都没有发生吗 所以这个车呢 总还是让人感觉有点炫 那当然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 我不评判特斯拉车辆的安全与否 因为什么事实摆在这 说实话 那个司机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还活下来了啊 咱不能说啊 一面倒的说谁好谁不好 就是说这个车最后撞了之后呢 当然他最后撞的不是迎面 和另外一辆车相撞 但是那速度也很高的 这个车辆的司机还没有受重伤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 是说特斯拉到现在为止 经常出类似的事故 就让我对整个电车 形成了不信任感 我自己平常把这个叫电瓶车 我都不愿意叫它叫电动车 我刚刚前两年买的一个车 是个大众的一个普通的汽油车 我也没买电动车 所以呢 如果这个新能源车行业 不加强这个安全宣传 不讲明原因 不规避一些经常发生的 这个事故的起因呢 或者是诱因 这个老百姓对自己信任啊 还是有 还是有问题 不是有 那好的 关于特斯拉在广东 潮州的这个事故呢 还在聊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您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